这种核热场为什么在台风天里头要偷偷摸摸闪电启动 在网络当中现在很多网友正在关注这个事情 说今天原能会通过启动人类史上最大核灾的申请 咸鸡公万一启动反应毒之后真的发生世事难得灾变 我们能做什么呢 最坏的状况怎么样呢 他还说彼此呼吁提醒好友们先将紧急避难包准备好 以免灾难降临时可以即刻动身逃亡 虽然听起来有这么恐怖 可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里头 你会发现整个粗糙跟那种急的程度跟推动美牛没有什么两样 来请教授 郭东大臣 这不是只是恐怖而已 这种感觉心酸 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这种人 日本就已经发声了 结果你自己一点对这种意红就没有了 你假如背心说去准备一个这种包 让大家要准备在渡望 这生什么一个国家呢 刚刚听孔委员在说的时候 那已经严重得这样 如果政府还有一点的办法就没有了 开始用那种自求多佛 自己的名字自己补好 为什么要在台风天 偷偷摸摸 不只台风天 小君我要跟大家讲 最近地震频繁了 花莲 尖石 新竹都有啊 新竹那时候地震还在讲什么 那个晶圆场是不是有问题 我意思是说 如果现在天災这么频繁的情况下 为什么越会风高 我前面讲啊 越黑要风高 为什么要开 郑立军委员讲的好 旗艺 旗艺公司没来 可是一定要开真旗艺啊 我的担心是说 网友担心了 搞不好会变成真实的啊 那时候日本大地震的时候 谁也没有想到说 大地震之后是核灾啊 来 徐徐律师 要告诉大家 启动的利益有那么大吗 不是要推动绿能吗 因为太阳公公不会给红包啊 因为风不会给红包啊 不哭 不哭 啊 不哭 不哭 那人不哭 这边有点